台电公司于6月22号下午在总管理处 举行107年度的股东常会 向投资者说明106年的经营状况 虽然燃料价格仍旧呈现上升的走势 但是在强化成本意识等开源节流的努力下 公司仍然创造了200余亿元的盈余 虽然106年度的国际燃料价格是大幅的上扬 但是公司透过各项开源节流的措施 跟精进的作为 并且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仍然创造了231亿5300余万元的 税前盈余的家机 在供电营养方面 106年度总售电量高达2172亿度 那其中在106年的8月15号 顺时的用电量更高达3645万千瓦 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此外去年在营运绩效上 台电也创下多项佳机 不管是在企业永续奖第三度获得金奖 世界银行电力取得指标第三名 或是亚洲电力奖五项大奖等殊荣 都证明台电这家老字号的公司 仍然持续精进和努力 展望未来 为了要持续保有电力市场的领导地位 兼顾永续发展与绿能 减碳 费合 节能 维持稳定供电等责任以及政策目标 台电公司将透过成立控股母公司 与子公司的方式 朝向电力事业集团迈进 并且推动多元新事业 以强化公司经营忠效 并且在开发能源友善环境 以及电力需求的管理上面 屡时俱进 带动台湾迈向新的能源时代 而今年股东会的亮点 除了台电一年来的好表现 还有这个股东会纪念品 用煤灰制成的迷你人孔盖造型吸水杯电 它不仅是台电推动多元新事业的最佳证明 也是台电持续努力 希望带给社会大众耳目一新感受的具体表现 台电公司综合报导